一拜 在八月二十三日的日子 大比鄉民作為一百幾天傳輸後來拜拜 因為這天對他們有很大的意義 就是有百年立宿馬鐵新春歌唱 接著大比鄉的時間 他也將這天定位歌唱帝阿公的聖誕 帝阿公的聖誕 八月二十三是我們歌唱 平均一百年的日子 所以我們有清晰到帝阿公 他就是在農列八月二十三這天 做到他的紀念一 也像他的聖誕一樣 這大比鄉民主要信仰 他在歌唱帝阿公 因為維荷的關係 每年都必須要回到台北的法務館 來進行維修 在來蓋蓋的時間中 今年廟墓也基盤為期三個月的歌唱文化多的活動 就是希望將歌唱的精神來提供出去 華東主要的訴求 要讓我們歌唱帝阿公的 讓我們全性的生存在台北的 大家知道 我們北極電有歌唱帝阿公 肉體的精神 我們還來加強 還來選團 選都 讓科項的傳奇的歷史聯合 可以在大比 還來發揚光大 醫療這樣關係 還有很多全國的信徒 可以來參觀科項神奇的醫生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歌唱 在文化財中也邀請報大戲團 來演出歌唱的故事 團隊但目前標示 在音樂歌唱回來 那年就進行創作了 沒有這個也在社區來演出 讓大家都有機會可以看到 我要說台灣百年佛山歌唱的由來 我們社區就有一個 成立一個社區布袋戲 然後我們就以科項 他的故事把它刪剪成30分鐘 適合我們社區布袋戲 的這些年輕輩還是老輩的 他們可以演出 簡單的演出我們科項的由來 透過報題去給大家可以見到 親生了解歌唱的立場由來 母親歌唱也將放在大秘養北京 待有一年的時間 這段既然廟方也邀請大家 做回來感應歌唱的行為 既然真心藏不到